大家好,我是倩言教育一风 听说最近这个口罩机很火 那么今天的话就给我们进行讲两个 我们已经上机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滚刀的一个程序 等一下的话我会附上 我们这个程序的一个加工好的 一个实际的一个拍摄 拍摄视频 大家看一下 就这个工件的话 那如果说我们来进行做它的加工 那我们怎么去做到一个编程 我们从最开始的一个分析的话 我们第一步肯定是先开出 对不对 那么我们会用到很多很多这种辅助的道路 这边肯定都是用到我们的道路转曲线 这种方式来进行做我们的一个程序的 是不是 这些内容我就不细讲了 我就主要是讲一下 我的这些程序的整个过程 整个过程 把整个过程进行讲完之后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了解了 对吧 我们来进行说一下 怎么做 那么第一步 先进行用我们的一个第八道具 来进行开出 我这边先把手机像这个区域先关闭掉 稍等一下 关了 OK 那么就不用管它 我们就右键 重播一下 看一下 先通过我们的一个第八道具进行开出 开出 外面里面全部开出 看完出身 然后再通过我们的一个第五 看一下 第五 然后开第二层出 是吧 然后第二层看完出之后 然后再来 然后再第四 再来进行做我们的青角 是吧 第四道具进行青角 然后再第1.5道具进行青角 重播 第1.5 是吧 这种小角落 或者我们这种精卫中间 是吧 这一区然后再进行做青角 这一区进行做青角 对不对 这青角做完之后 再做哪里 再做我们的一个1.5的另外一个区的一个青角 重播一下 然后再做我们的一个角落 这些区的青角 这一区还没有做 对不对 这一区青角做完之后 就可以来进行做我们底面进压工了 让我们第五 1.5 全部一起全部做掉 对 这样的话 我们1.5这个区域青角做完之后 这区都做完之后 那么下面就可以来进行做 你看这区都做完了 都做完之后 那么下面就可以进行做我们的一个测尺的开出 重播一下 那就是哪个测尺 就是这个测尺 是吧 你看这些测尺的开出 我这边就不让它进行 是吧 于是这些 OK 就这些测尺 左边右边的一个开出 开出这 然后再是我们测尺的底面金加工 是吧 后注你看 这边不是后注点 我们的一个重播 是吧 然后底面金加工 这个也三点一下 然后底面金加工做完之后 然后接下来 就来进行做我们的一个测尺的一个金 这边重播一下 金加工 对不对 然后测尺金加工做完之后 然后再进行做什么 再进行做我们的一个 圆弧R的一个开出 是什么东西 一看就知道了 对吧 圆弧R 所有的圆弧R 你看 加上我们的一个测认 对 这些区你看 圆弧R的这个区的开出 是吧 然后这个区的开出 你看这些区的开出 做完之后 然后再接着一步往前走 对 这个区开出完了 因为它这个上面 因为是平底的做的时候 这个上面这个区 还是一个直升 就是我们的这个位置 简单来说 是吧 我们第五开完之后 这个区不是还是一个直的吗 所以说说我们肯定要用圆弧 先来进行开一下出 对不对 开完出之后 然后再是我们的认口开出 认口再进开一下出 认口也是有的 对不对 认口开完出之后 下面再接着 进行做我们的一个光刀程序 是吧 我们重播一下 做光刀 然后光刀做完之后 光刀程序 你看光刀程序 光刀程序做完 你看这些光刀程序 这种认口 侧面这些区 这些位置我们开完出之后 下面就来进行做我们的一个尺 凸齿的一个金加工 我们重播一下 凸齿金加工对不对 这些凸齿这个却金加工 还有我们的一个凸齿金加工 上两侧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然后这个金加工做完之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凸齿金加工都做完了对不对 我们这边两个你可以看一下 重播 点错了重播 是吧 这里凸齿金加工 我们把镜干掉之后 那么下面我们就可以来进行做 我们的一个下个工作了 对吧 我们小凸齿的金加工 我们重播一下 重播一下 小凸齿的对不对 这个区的金加工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一个侧齿 我们的一个等一下 我稍等一下 小凸齿的金加工 这边它是小凸齿的一个金加工和中光 重播一下在这个区 你看但是基本上就分开好了对不对 你看开出和金加工就一次性搞定了对不对 这样搞定之后 然后再进行做我们的一个尺圈的开出 中间开出 这把刀的话可能会耗点时间 重播一下 这把刀可能耗点时间 这个区走完之后不急 稍等一下 ok 这把刀会耗点时间 这把刀这个区做完之后 然后再进行做我们的金加工 金加工给你看一下 金加工1234一起进行重播 重播 好的稍等一下 慢慢来 然后我们的一个尺圈金加工做完之后 就是里面的尺圈金加工做完之后 那么接下来 稍等一下 好的好的 然后这个尺圈金加工做完之后 那么下面就可以来进行做我们的一个字了 字还没做 你看这个尺这个字这个区的开出 这一区你看全部都做完了对不对 尺的一个中间这个区的一个加工 也全部都完成了 稍一整圈全部搞定了对不对 全部搞定之后下面做什么 下面就来进行做我们的一个中尺的一个 这个字的一个加工 字 这个区域的一个加工 稍等一下 你看 中尺 中尺的一个金加工 和我们的一个这个字的一个金加工对不对 这字金加工做完之后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兔台项面了对不对 就是我们这个小小凸起 是吧 因为现在这个高度的话 它只比我们这个尺少个5个丝 这少这是我们上面这个区是34.39 这个是39.5 这是39.45 对不对 你看这个是30 等一下 显示 等一下 点这里吧 你看39.45 对不对 然后这是 这个认口这个区是39.5 等一下 这个上面可能还没显出来 哎怎么怎么选不上去呢 稍等一下 这个位置 我变得有点是不是卡住了 你看39.5对不对 那么39.5的话 那么相当于我们这个尺只比它低个5个丝 所以我们这边再往下面多再降个10个丝 在这边就是把这个区域的一个尺面 重播一下 把这个尺面呢 这个区域呢 全部给它进降下去 字啊 尺面啊 这些区你看全部都往上降 降个10个丝 对把它进去洗下去 这样的话 我们的一个尺和我们的一个这个刃口 这个区就有差 有有单边就有15个丝的一个差别 对不对 这样的话它映出来的话 这个区切 切口的话 这个区才能够切得更加锋利 是吧 好的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整个这个刀轴的一个全部道路了 就简单做一个分析 然后这边我把这个做好的功力 给它们进去看一下 这个的话我们往上面拉 稍等一下 嗯 在这里 这是降格好的 这样好的 这样好的 有状态 对 这个呢 还有 另外一个视角 还有这个视角 大家应该对这个刀轴的一个过程应该都了解的吧 就是直接拍出来的 直接拍出来的一个加工费的效果 对 这个的话就是基本上呢 就都已经完成了 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加工过程 大家的话呢 大家应该对这个刀轴的一个过程应该都了解的吧 是吧 好 上机的话呢 肯定是先啊 这边我们往上面拉啊 你看 正在调这个东西 正在调是说弄啊 上完机之后呢 然后再是做这个加工 是吧 加工的过程 当然这是 也是在新加工的过程 所以说我们的纸面纸面的一个新加工 应该是做那个纸 做纸面的一个新加工 第五的刀轻啊 第五个做纸面的新加工 没开始做的 错了错了 这个的话呢 应该就都理解了吧 你看 就是我们这位同学是吧 基本上都做出来了 好的啊 这个它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纸的一个加工 那还有哪一个呢 那还有一个啊 那么这个呢 是另外一个啊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这一个弓箭 是我们的这个弓箭啊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啊 这个很简单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内容的话呢 也是我们这位同学做的啊 他的话呢 靠这个也赚了2000块钱 是吧 他这边是别人给他 然后让他来调 让他来编的啊 这边给大家进去看一下 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多卓班里面的哪位同学来这 多卓班里面的 呃 等一下啊 走的可猛了是吧 哈哈 呃 这边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你看 是吧 这个弓箭了 是吧 在进加工嘛 是吧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位同学的话呢 就是 是已经已经做好的啊 已经做好了 在这 看一下 感谢一种老师帮忙了 终于做好了 上机了 嗯 好的 那应该都知道了吧 就是相对话 这种刀手在进编的话呢 其实也 不难的 编起来其实也方便的 然后这边我昨天的话呢 也帮一个学员编了一个啊 这个是哪一个学员 稍等一下啊 嗯 嗯 再 哎 这个这个 这个是我帮另外一个学员编的 那个学员编的啊 这个刀的话也是一样的啊 是吧 从大刀开粗啊 从大粗是吧 到啊 它的毛皮是 它的毛皮形状是第10 第多少层呢 那是101层吧 这是它的毛皮 这是它的毛皮 这是它的毛皮形状 所以我们开粗的话 只需要开出这一块去好了 这边我们就不用管了 对吧 那这边是一个 是实际的一个加工效果 是这个效果啊 我们重播 你可以看一下啊 重播啊 这个位置啊 一个这个样子啊 我们再是第4啊 重播 是吧 四大到二粗是吧 四大到二粗二完之后 然后再是我们第二 然后再是三粗 三粗啊 三粗做完之后呢 然后再一步步往后面进行走啊 然后这边就可以做 我们的一个平面进行压工 是吧 再进行走我们的一个重播啊 是要再进行走 我们底面进行压工啊 一步往前面进行走的 然后最后走到我们 那个字的一个金光 是吧 嗯 OK啊 这个可能要有点时间 稍等一下啊 啊 这个字的话我还帮它改了一下 这个字呢 你看这个字的话 我还帮它稍微改了一下 因为它本来是一个正面的字 这个我也录了一个 那个专门全程做这个的 我总是录了三个视频 我们往往这边缩小一点啊 大家好 我是千言教育易峰啊 那么今年的话呢 给我们系统办学呢 是吧 就是讲这个 就全程讲这个工件的一个编程的 全程讲这个工件编程的 是吧 这个是发到我们的一个系统班里面的啊 就专门讲这个工件的一个编程过程 辅助体辅助线 我都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整理的啊 这是第一个视频啊 这边暂停一下啊 那这是第二个视频是在哪里啊 第二个视频是在昨天啊 昨天 第二个视频在这里 这第二个视频 第二个视频啊 尽缩小一点啊 嗯 好的 OK啊 第二个视频 第二个视频它是做我们的一个 这个区域的一个 其余区域的一些 大路的一些样子嘛 是吧 也是做辅助线 辅助面 是吧 反正是啊 最终是一起 一直把这个工件全程编完 我是编编编编编程 然后呢 编讲解的 是相当我的一个所有的过程 你们都可以看到啊 这边我把这个还有就是第三个是 嗯 第三个也是这个 这是第三个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啊 最后一个这个道的加工是吧 我们这边往后面拉 往后面拉 是吧 这边最后慢慢的慢慢的 慢慢的慢慢的 慢慢的把这些字啊 现在是做字的开出了 然后再做字的进行加工 是吧 然后一步步往后面进行走 然后最终在最后把这些参数啊 进行转速进改进行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之后呢 那么这个工件就算是完成了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呃加工的一些过程吧 啊同学们的话呢 呃大家如果说嗯想学的话呢 啊也可以到我们这台进行学 好吧 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指导你啊 然后呢这边你有什么不懂的 我们也可以帮你进行解决 而且对于这种刀轴方面的话 也是现在的一个网红网红轴了 是吧是吧 就是相对话呢 像这种刀轴的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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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所以同学们如果说你们是需要学 然后想做这种类型的 这边可以来进行找我们 这边的话当然了 如果说要我们给你编的话 可能会花点时间 但是你如果说来进行学的话 我们会教你怎么编 教你怎么来进行做 这种刀组的一个编程方式 是吧 然后一些刀都做不出来 我们会教你怎么去做它 或者说我会录个小视频 或者说我通过我的一个远程的方式 来进行帮你解决这些问题 好吧 这个就不多说了 其实这边我还有很多很多案例 我这边也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刀组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 我是给那位同学做的是哪一个 做的是一个切刀轴 这也是我给他进行做的 切刀轴这边也是一个开粗 开粗 然后再是我们的第四的二粗 然后再是我们这个学的加工 是吧 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另外一同学 我们的一个风波一夜同学 风波一夜同学是帮他做的是哪个 做的是这一款 反而是这一款吧 反而是这一款 是哪一款呢 这一款 就是这一款 这一款也是一样的 这个的话就是个模型 这个字呢也是我帮他改的 也是我帮他改的 这个字它是一个正向的 是一个正向的 我帮他进行改到另外一个方向了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一样的 从我们的一个开粗 你看从这个开粗 到我们的一个底面进行加工 然后再是我们的一个四个道的一个开粗 你看这些道路 也是进行分开做的 所以一步步把这个程序呢 进行做出来 是吧 类似的 类似的 所以这种类似的这种道路 其实都是蛮好做的 其实难度也不是特别大 好吧 你知道把方法学过去了 这边我教你怎么去编 这种类似其实变起来是挺轻松的 是轻松亏轻松 但是时间还是耗进去的 对不对 你编一个这个类似 你时间差不多要接近 8个小时到8个小时左右吧 应该是可以编成下来的 所以相对的话 大家的话也可以多学习学习 好吧 近期的话趁这个热度 大家多早点把这个类似学会 然后自己的话 也能够做这方面的一些 外发的一些键 对不对 帮别人去编 就像我们这个同学一样是吧 编完了就赚了钱了 对吧 是挺开心的 他是我们的一个这里 是挺开心的 对不对 是吧 你看赚外快 你看赚外快在哪里 在这个上面 下面这个区 往上边拉 在昨天这件事 你看这边是吧 录视频了再加密 你看就是已经在下面 已经弄好了 已经弄好了 他是在哪里 说的在在前面吧 是吧 是赚了2000块钱 算了2000块钱 也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 这边的话就不多说了 不多说了 那么就讲这么多吧 那么大家的话 如果说你们也需要一些刀轴图字 我这边有差不多有25套左右 说一下的话 比如说这边有和你一样的 你这边也可以找我 好吧 或者说如果说你需要这种刀轴的一个案例的话 也可以来进行找我 这边的话我们签议教育 这边的这些内容我都可以进行分享的 好吧 当然了 我们的一个刀路肯定不能分享了 除非你想跟着我们学 这些刀路的话我们是可以分享给你 如果说是免费资料的话 我这边可以给你3D图 但是要给你带刀路的话 这个还是不行的 好吧 那就去讲这么多 那么希望同学们听完我这个课 能够对这种刀轴的一个编程 能够有所认识 其实这边我还帮我们的一个桌面 我们的一个学员 找一下我们的一个作业 说一下我们的一个风波一页 F我们的一个风波一页 找一下风波一页 其实我帮她的话 是也做了一个切刀轴 这个也是我帮她做的 我们稍等一下拉过来 切刀轴开粗 这个区域的话 它是分为好几个区域的 我把这个缩小掉 我一个给你们进去讲一下 这种切刀轴的一些变成方式 这个也挺简单的 对不对 这个区域的话拉过来 拉过来我们看一下 这种轴的话 我们是这么进行做的 往这边拉 这边进行重播一下 看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个开粗 开完粗之后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二粗 二粗这个区域 大家看一下 二粗这个区域进行做完了 然后再次做我们的一个三粗 也是一样的 是吧 一步步往下面进行走 最终的话 把我们的这个弓箭进行加工出来 你看重播 这是做我们的一个 这个区域的一个认口的加工 是让认口的闭空 进行重播一下 认口的闭空 对 闭口闭空做完之后 闭空这个区域进行进行加工完之后 下面就是做我们的底巾 重播 说这种切刀口的话 其实这个编程还是挺轻松挺简单的 是吧 重播 然后这个底面进行加工 然后再次做我们认口的进行加工 这是热水之后了 这是热处理之后了 这两个是热水之后的一个程序了 懂了吗 这边我给你重播一下 重播一下 好的 前面这个区的话 我们那个单边是要 这个我是 它这个面是有点烂面 有点烂面 这个面有点烂面 说这个切口这个面 我还给它重新做了一张面出来的 然后再进行做程序的 是吧 这是热水之后的一个进加工的 然后底巾到这个位置 就直接拿出去热处理了 是吧 然后这个侧面这个认口 这个侧面的话是单面的24的 然后这边最终最后回来 然后再进行做这个认口的一个进加工的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一个编程的内容 好吧 那就应该这么讲应该能够听懂吧 同学们应该有思路吧 好吧 那么就讲这么多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有收获 然后我是千金教育一丰 好吧同学们 那么就再见